再来看到瑞穗香农会原本在三月份将要办理这个农民节 但是因为受到疫情关系所以当时停办 那么现在呢台湾的疫情是逐渐的趋缓 再加上农民殷切期盼之下 在22日上午呢是举办了这个农民节的庆祝活动 同时也表扬优秀的这个机油农民产销与家政班 那么场面是非常的热烈 而原本应该是在台北召开花莲农产品牌记者会的县长徐真卫 也赶望现场现身在现场 并表示台北的农产行销率先由蜜香红茶品来为花莲农产行销打头阵 来带动农产的经济产值 三月份因为严峻疫情而停办的农民节 时至今天卷土从来不仅农会 农民更是异常欢喜 家政班轮番上台歌舞表演 气氛超嗨 重头戏蜜香红茶 评件比赛金牌奖颁奖一事 以及基于农民产销班与家政班的颁奖表扬 农民从各级长官手中受奖 场面欢腾热烈 原本应该在台北召开花莲农产形象品牌记者会的县长许正卫 一早就突然现身会场 除了给瑞瑟湘农民一个大惊喜 县长喜思思的表示 在台北展开的花莲农产形象品牌记者会 以及农产行销会 就是率先由蜜香红茶来打投证 带动花莲在地的农产经济产值 令农民高度肯定 好 这位密搜寻书官员再讲一点点话 因为我等一下要去台北开记者会 这位为什么要去开记者会 我们在花莲在台北ATT 我们有一个品牌的形象馆 品牌形象馆 而这一期的9月到12月 我们的这个行销 第一棒今天就是花莲的蜜香红茶 我们今天的第一棒就是花莲的蜜香红茶 之后是咖啡 之后就是醋酱 我们花莲的醋酱 所以这个9到12月 这一期这一季 我们是做这三种品牌的行销 那今天有一些茶房也有上去 我们就是互动化花莲的茶品 所以这位等一下要上去 农会理事长罗文腾 感谢上级讲官与地方各界人士 长期以来对农会的支持与协助 也肯定农民们的努力 让农会会晤整整日上 第一一方面是鼓励他们 一方面是希望所有的农民 能够秉持最好的 自己更加努力来最好最好的成果 能够展现出来 希望说把所有的产品都卖的好价格 大家农民都有一个好收入 所以说今天一定不管是怎么样 我们还是要办农民节 来表扬他们 日子乡农会议后补办农民节庆祝活动 规模缩小了些 然而各级长官 产销班家政班员都踊跃到厂参加同性同乐 也期盼今年各个农产都是丰收年 记者是玉兰瑞瑞采访报道